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头戴安全帽在驻驾门口前晃来晃去 接着就开始移动门口前停放的机车 看似没有异状但其实这辆机车根本就不是他的 当时车主出门时发现车子凭空消失 调监视器才发现机车居然被一个陌生男子 移到几十公尺外的超商门前 而且机车后轮还被锁上了大锁 就算找到了也没有办法骑 车主只好自掏腰包找来车行帮忙聚开大锁 事发在26号凌晨12点多新北市淡水区新明街 受害的是一名女大生 他把机车停在住处的一楼大门口 疑似被人认为是恶意挡路才会被移车还上锁报复 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告诉 不过警方获报后已经锁定嫌犯目标 又灵气男子乱迁车还上锁的原因